谢谢大家伙的掌声鼓励 谢谢您各位 感谢您 说实在话 很开心能够站在这个 欢乐喜剧人的舞台当中 我也特别高兴 能够站在这个舞台 真是希望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给您各位好朋友们带去欢乐 对 我们哥俩试试劲 简单地说两句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我的名字叫做靳赫兰 咱要说我的话呢 说心里话 不值一提 您谦虚 得给您隆重地介绍一下 我身边这位老师 到我了 不值一提 拿我这个相声来说呢 就是提一提 没有必要 相声呢就是两个人 哥 提一提 不用了啊 两个人的表演 提 提得动吗 提不动 那就别提了 好 不提了 相别不提了 你得介绍介绍我呀 您还永远介绍吗 谁不认识您呢 多有名气呀 您给我讲 网红 网红来说呢 也是现在 网红像话吗 你自己说 我也是自己介绍的呀 他刚才呀 介绍有点不透彻 我呀 平常 网红 网红 我在网上呀 也看过您不少视频 谢谢您 我觉得您啊 还有提高的空间 对呀 这不来欢乐喜剧人了吗 不是 来欢乐喜剧人 不是重点 重点 你是怎么带个 欢乐喜剧人 这个舞台当中 发光发亮 怎么能够越走越远 越来越好 那您给我知道 很简单 观众 哦 演员在舞台上表演 热情与不热情 跟观众是挂钩的 不是 关键他喜不喜欢我 我也不知道我 你自己琢磨呀 我懂了 那个老妹咱俩呢 加个微信 刚才因为我盯你半天了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咱就把微信告诉我 你回来 人家不加你微信 那不加微信 咱俩说啥 就喝点 就别喝了呀 你问人家 那是没有答案的 哦 自己去观察 如果是喜欢你 从一上台 先抱一热烈的掌声 然后呢 说出的话 也特别的好听 都什么话 你不要给他学学啊 比如咱俩一上台了 哎呦 那个朋友们特别的热情 一看见咱们了 哎 哎 哎妹妹 哎妹妹 怎么了姐姐 别玩手机了 哦 别玩手机了 你看看这俩 我等了一晚上了 我就等他们俩出来了 哟姐姐 我也喜欢他们俩 是吗 这俩人啊 虽然说突然间临时搭档 你看见 但是俩人合作感觉 特别的默契 天生一对 那靠谱嘛 你看那个豆根的演员 哎呦 他是一个特别好的相声演员呢 哎呦 而且一个相声演员 怎么能够长得这么的帅气呢 姐姐 你看那个捧根的演员 怎么了 你看他虽然说胖啊 你看那个小热耳眼 一向还挺温暖 哎呦 我也看见了 你看那个豆根的演员 那个眼睛多大呀 哎呦 两个眼睛怎么能够这么亮呢 就像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 哎呦 你看那个豆根演员 他又看那个捧根演员了 他就 哎呀 哎呦 这不可意思了 不不不不 咱说以上的表演特别的真实 这真实吗 是有夸张的成分 这可都是夸张的成分 但是观众朋友喜欢咱们 不会练习这些美丽的词汇 那是 爹妈对咱们好 哎 反过来 要不喜欢咱们那就完了 那不喜欢还要 还怎么着 没有好听的话 哦 首先来说他就不听了 不仅他不听 他还不让身边的人听 他还搅和别人 对 咱俩一上台 你得看这俩人 胳膊往这一搭 妹妹 怎么了姐姐 那手机都可以拿起来了 嗯 没事啊 要不上个厕所歇会儿去 我也烦他们俩 哎呦 就这俩人 整场节目就数这俩人最没有意思了 讨人厌 那形象搭配吗 那脸那个模样 你就说那个豆干的 那个豆干的怎么了姐姐 我先不说那个豆干的 好 你看那个捧根演员 那捧根的怎么了姐姐 长得个什么模样啊 腰粗腿短 大屁股圆脸 长得就这么一副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呢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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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你看那个斗梗的演员 斗梗怎么呀 你看那副板牙 抠一副麻将 还毁四副军旗 你看那个捧人演员 哎呀还这个 妹妹加个微信吧 妹妹加个微信 人家小姑娘疯了 加她微信 谁给你的自信 谁给你的勇气呀 你看那个捧人演员 这是天晴了雨停了 她又觉得她行了呀 哎呀我说我看见她 就一个安局 哇我的心好塞呀 别说了你 好好啊 你两位好 又您客气客气客气 感觉咋样 紧张 不行 你觉得她咋样 我觉得特别棒 没有没有客气 我听说那个阿伟之前 报名过德云社 对我15年 我以前报的肖字科 因为家里边有点事没来聊 那龙字科有兴趣吗 有兴趣 非常有兴趣 郭老师有兴趣吗 你看这身材像龙吗 很龙啊 但我觉得她这个身材 挺有捧人的发展潜质 好 按身材来说呀 师傅娘 你愿意来吗 愿意来 那你得在这个舞台上有好的表现 好 这个他们俩刚才这也还挺好 谢谢 首先说她的形象真是占便宜 摆在那儿就像 至于说尺寸尽头呢 你慢慢来 这个不容易 还挺好 努力吧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所以我觉得阿伟好在哪呢 就是内涵上看呢 就是他整个人是在这段 像是情景之内 还行 还行 咱俩还没乱 没乱 我觉得我今天这个状态 要不有钱量是更好 所以我对我自己 今天还是比较满意的 下载朋友们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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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呀呀呀 多么清新的乡土气息啊 就让我疯狂的 呼吸两下吧 哎呀 哎呀 大伦呐 我都看见你家了 那儿是我家 你家在哪儿不重要 我关键着急见你妈 走啊 走 对了 方叔啊 那个自从我爸走以后吧 我妈一个人太孤单了 太寂寞了 您的到来 注定打开她的心扉 掀起她的波澜 孩子 别说了 坏吃拯救你妈 来 走 来 走 好 哇哦 哎呀 哎呀 要不你扶我一下呢 我还指着你扶我呢 自己起吧 哎呀 马行挺好啊 哎呀 谁下个呗的 就凭这两下子啊 下里外个村里 也指定能拿冠冠军 那还说啥呢 哎 能吗 你说咱俩还怪般配的呢 这话说哪般配啊 你看啊 你一米六五 我一米七八 你陈玉洛燕 我毕业修花 你五十 我五十五 我也很单纯 但你有点虎 这感觉白云跟黑土啊 哈哈哈哈 是 谁虎啊 那我就喜欢你这虎街呢 哎 萌萌 那咱俩的事 你打算啥时候 和你儿子说呀 你干啥呀 我儿子还没成家呢 我好意思跟他说 我出后老伴了 哪怕啥呀 但你放心啊 我肯定不做爱情的逃兵 只要我儿子成家那天 我肯定跟他摊牌 那指不定咱四个婚礼 还能一起办呢 那咱四个一起办行啊 你看啊 我和你 我儿子和你儿子 嗯 那不对呀 那得是六个人一起办 你要我儿媳妇 我也得要我儿媳妇啊 哈哈哈哈 你说的都不对 但是六个人办酒席 是不是有点太费钱了 不怕 资金周转 就找杜小满 哈哈哈哈 还是你有招 妈 王老头 我就说你那个舞步 你得大大大大大 一下 撒 二 到 大 呀 喔 好大人回来了啊 妈 你干啥呢 我这不跟你王 跟你王叔嘛 这练舞蹈呢 下礼拜村里有比赛 啊 王叔好 kay叫 saved 交 吧 房页教 Harvard 这两天喽 我王叔快不行了 谁到了 他王叔这话好学 没把自己给落走了 来 大伦 叔叔你落两句 真帅 结婚了吗 没结婚了吧 主席办没办呢 不是 你得抓紧办呢 叔啊 你放心啊 我结婚的时候 我肯定叫你 对 叫你就完了 那你不叫我也不行啊 那没准 还咱四个一起办呢 行了 你没事 你赶紧回去吧 行了 不打扰你俩了 我走了 快回去吧你 妈 妈 我今天给你带了个人 谁啊 你对象 谁对象 我感觉我现在走了了 血压上来 我给你家待一会儿 不是 我看看啊 你咋的你洗压就上来了 你咋就有个对象呢 是啊 儿子 我咋就有对象呢 啊 王叔啊 我今天准备给我妈 介绍个对象 哎 你要是不走的话 你帮我妈把把关吧 人就是在外面的啊 我现在 哎 儿子啊 啊 那个 妈现在哪有心思 处理一下啊 妈不见啊 不是 妈 我是千里条条把人 给你带回来的 你今天必须看在 我的面子上 你就见一见 妈不见 哎呀 妈 不见 哎呀 妈妈 你别见了 妈见 妈 这次一定成 哎哎 哎呀 老蒋啊 啊 我人还可这坐着呢 你怎么就见上了呢 你别担心 那我儿子都给我出好几回对象了 我每次两句话我就给你演出去 老有经验了 你放心吧 怎么办啊 你就没事 你先回一次 走吧 你走 我不走 等他走我得走 妈 哎 人来了 啊 又见 吹烟升起 暮色 照大地 这不是你的绝标吗 我想和你在一起 可以 不可以 一朵玫瑰送给你 你好是吗 哎呀 我去老爷 啊 谢谢啊 你好 这家整得还挺浪漫的 我这是第一次收到男人送我的花 老蒋啊 喜欢就好 你过来给我两个血压呢 咋的 不是 你不说两句话给人送走吗 那我闹上了呢 我不得跟人客气客气吗 人送我花了 我喜欢花 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我知道啊 那你喜欢爆米花 鸡米花 火花药花 酱肘花 这位爆菜名的胖哥们 是哪位呀 他还呀 那我就得自己介绍介绍了 俗话说得好 远亲不如静临 静临他不如对门 你是他对门 我是他男 五伴 对 如果真是五伴请你往后笑一笑兄弟 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 那个各位男五伴就别这声了啊 你好 你好 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 但我经常关注你 是吗 对 我每天都会看你的照片 我批的 我说照片怎么没有本人好看呢 是吗 你今天穿这身衣服是真好看 我买的嘛 就是不太合身 没小了 但是我就觉得你穿着特别有气质 我说你的眼珠怎么这么大呢 你瞪眼睛说瞎话你瞪 那个不是他不是那意思啊 你干啥干啥哎你呀 人哪句是瞎话了啊 我听着怎么就那么舒服呢 那个王叔啊 你不行你回去整俩菜呗 我整菜咋呀 你看啊 来妈你过来来 您坐 来 看 这画面多好啊 一会他俩成了咱就直接吃了 我心脏这么大呢我做菜呀 不是 那你给你妈介绍对象 那你也不能随便介绍我 那这一次不得比我强啊 王叔啊 谁不比你强啊 你这还挺说话 是我啥意思 方叔 您请 失陪一下 你看啊 这一堆一块都搁这摆着呢 你单眼皮人 人双眼皮人 你一堆肉他比你瘦 你不优秀人beautiful 我看你是要iPhone 你咋跟长辈说话的你啊 不是 萌萌你别动气啊 我明白这个胖哥们的意思 就是我只要能证明 我比他优秀 他就能同意我俩在一起 对 我举双手赞成 那行 那比比呗 比吧 来来来来来 比比 你这玩意有啥 咱比比 今天这个嘴儿呢就散了 都走吧 回家 走 走不了了 今天 是老头 娱乐头 之间的 效量 哎呦我天老爷呀 这是要拼个你死我活呀 你俩非要比是不是 对 来儿子 哎 过来 咱俩当裁判 你们三举两胜 第一轮自爆家门 开始 我先来 本人姓方 单名一个人字 本人17岁辍学 18岁 开始白手起家 凭借一己之力 成立了我的商业帝国 但是这些我都不感觉到骄傲 我最感觉到骄傲的 就是我连续在萌萌的直播间 连续一周当上 榜一大哥 好 老王一说两句 我没有他那么多荣誉 我在十岁三年级毕业 十五岁 我就获得了我们村 四届的秋冠 啥是秋冠 秋收的冠军 金猫米奖的获得者 正是在下 这也不是我最骄傲的事 我最骄傲的就是 我在闲暇时光 在萌萌的直播间 当一名管理员 你绑一大哥再立 我看你不顺眼 我一脚就给你踢出去 好 哎呦天老爷呀 这一轮显而易见 啊 王鼠胜 不是 他咋赢了呢 那那你没听着吗 你王鼠在我直播间 是管理员 权力多大呀 不管谁都能踢出去 王鼠啊 第一轮啊算你赢了 咱们比第二轮 展示形体 我呢放一段音乐 你们展示一下自己的气质 啊 会出体呀孩子 这是我强项 形体我不行呀 怎么上手呢 你不会没事啊 我带你 来 路是前方 跟我走 走 别怕 来 走给我 转 哎呦我跌了一个 好 微笑 好 转身 留头 走 回头 快 啊 疯性 我带你走啊 便让你走 走 滤 别�fly 那一锈 好 猩猩猩猩猩 来 转 来 赶紧回去 走 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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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站站挺好 我看新老爷爷 我宣布啊 这一轮 他王淑胜 不是 那个妈 他咋又赢了呢 2比0选胜 没听过那句话吗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 他250来斤 你这是占优势的 最主要的是 你王淑 他会比心 不是 啥意思 会比心就给我淘汰了 我走了 不是 那个 方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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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是裁判啊 那个咱们五局三胜 第三局 咱们比一下你们的兴趣爱好 方淑 品味 我跟你说 我现在都不是为了爱情 我是为了我的尊严 萌萌 如果我们两个真能走到一起 春天我们会在富士山下赏花 夏天我们会在富士山下赏花 春天我们会在太平洋底潜水 而冬天我们会在阿尔卑斯山上滑石 哎呦 特别 师蒙 哎 比心 哎呦 天呦 老黄大哥 你这心比的手都快抽筋了 咋比上心呢 那个王鼠啊 你呢 你有啥兴趣爱好啊 我没啥兴趣爱好 我呀 熬粥 九尾州 嘎巴贵 泡泡酒 烧攒 不是 王鼠啊 你这一点生活品质都没有了 这就是你的兴趣爱好啊 这不是我的兴趣爱好 这是你妈的兴趣爱好 但是 我爱你妈 春天她胃不好 我给她熬粥 暖暖胃 夏天呢 湿气太重了 我给她拔拔罐 除除湿气 到了冬天 我也没啥事了 我就想给她烧烧炕 让她睡个好觉 我这算啥兴趣爱好啊 这么的 我不比了 我认输 行吗 我祝你们仨 一年四季都幸福 好吧 我回家烧炕去了 炕没烧了 王立昂 你给我站哪 不是 萌萌我 跟人家那个一比 我确实啥也不是 我真心祝福你好不好 是 你没有人家帅 没有人家高 没有人家瘦灵 我走了 那我不也有毛病吗 你啥毛病啊 我眼神不好 我的眼里 都是你 老方 大哥 对不住啊 咱俩呢 是真不合适 最主要的是 我心里有人了 不是 我 你不告诉我 我也看出来了 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 那没事的 我走了 老方 那个 直播间榜一大哥的位置 永远可以留着啊 别给我整的没用的 有对象的我不说啊 老方挺屁 既然话都说过了 咱就不藏着掖着的了 儿子 给妈拍个视频 我要发朋友圈 观传我的黄昏恋 太冷笑了 你改走了啊 以后得招罢 好 以前的舞台比较 还是产生的蜕变 进步很大 谢谢阿伟啊 头会看你演戏 紧张吗 紧张 紧张 终于登上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了啊 心里感受是什么样的 我的感受就是心里特别的激动 然后还有一些亢奋 我还挺享受这个舞台的 我觉得这个舞台给我带来很多 让我学习了很多 他原来考过我们 这个学院学院班 肖子科 肖子科的时候啊 为什么没要你啊 不是没要我 那个家里那个母亲生病了 然后没 没来聊啊 我们龙子科现在开科了 要来考吗 哎呀呀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 哎呀呀 你这叫碰瓶 这是讹人啊 你如果这一期欢乐喜剧人 表现特别好的话啊 你不用跟他们一块儿考 我破格把你留下好吗 好 好 我有师弟了 阿伟等这个机会等很久了 希望大家还有这个机会 好 今天晚上好 感谢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感谢舞蹈员配合 请问你是哪位 我是舞蹈团的 就你这体型 什么时候进到我们舞蹈队 这不当我领队的我是 行了领完了你下去吧 我的节目还得继续呢 感谢大家这么热情 老师我其实我特别喜欢你 歌唱得好舞跳也棒 所以今天我给你准备一个小才艺 还有小才艺 等一会儿 送你的 谢谢你的心意啊 那我能够抱你一下吗 好 抱着 谢谢 你很热情 我感谢你啊 你可以回去了 不是 老师我其实我特别喜欢你 我看你一个人演挺累的 他们都俩人 那个咱俩一块演 行 给你机会 007看过吗 就那个 对呀 你怎么不笑呢 来上高剧 开始来音乐 我得先过去是吧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这这一栋大闪呢 太可爱了 亲爱的邦德 是你吗 你是来救我的吗 你等我啊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爬到我了 我 音乐停 你这是007呀 我怎么感觉你像007似的呢 不是我 我在这 你在这干啥呢 我腿刚上台掰一下子 你掰一下子你就快点走到前面 你现在得救我把我带走啊 哇 来人了 来人了 说不说啊啊 说不说啊 大哥这个在你我搞定你行啊大哥 说说啊啊 不说不说今天要打死你 啊 你没事吧 你嗲我干啥呀 我没有 他刚才过来我看他不嗲 他要打死咱俩给他拿起来 你以后都不嗲麻了 你瞎说也太重了吧 我不跟你玩了 不是 我就是怕他们发现咱俩 到时候咱俩 其实我都想好了 咱俩以后退休了 找一个岛 生点小宝宝 养点花花草草 难道这样不好吗 真的吗 嗯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这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你能实现吗 我太能了 亲爱的 亲爱的 你别再掐我了好吗 还不说是吧 是吧还不说 我真不是特意的 我怎么感觉你像是来猫杀我人呢 啊 我现在一身上 你比敌人下手还狠呢 宝宝 算了 不用你营救我了 一会再救你 你就得把我整死 打坏了 我给你负责 没事大哥 我等他 哎 哪儿跑 你哪儿跑 救命啊 他们应该高一 放一个配戏的演员就好了 对 稍微再来一个人 他这个 就再需要一个人 他这个节目 会给观众的观感 会更好一些 时间太紧了 上台之前再对一下就好 今天第一次上舞台片案吧 然后觉得自己状态 特别差 而且特别紧张 还有包含的事来 有很多问题 你这次去留个相亲 你是不是就丢人现眼了 你这话咋说的呢 我丢人现眼 当时我跟你说的情况 我毫不隐瞒的跟你讲 我一进去 现场那帮无知少女们都蒙了 一个开始讨论我 欣赏我 迷恋我 甚至是马上渴望得到我 现在可以说 我的简历 已经在他们手上手手相传了 哥巅峰了 哥破款了 哥的爱情之中 马上就圆满了 这是他按他那个风格来的 但是你啥党私 我给你说这个呀 行了 来一会儿 成功的只有一位 万人相亲大会 一位没成功 那咋子也多恶心呢 我一想想我也想吐了 要帮你找个头单 我们会把你照片 画在大舞台门口 让更多的人知道你还单身 这玩意多人丢到这儿了 呀 你不是那个总在网上相亲的 纯情阿伟吗 对呀 是我呀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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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身还这么高调啊 那个你看错了 其实我俩属于啥呢 我俩是一样胖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 我本人也不纯情 得了吧你 穿的这身衣服就知道是你 穿的跟个礼品盒似的 那个大姐 你给这儿扫吧 那个我不耽误你给这儿烦人了 好嘞 哎 那不对劲 我得把照片找回来 搁这儿挂都磕真的 呃 大姐啊 管谁叫大姐呢 呃大妹子 也不 大妹大妹大姐妹 呃就是 如果说有一头免费的豆油 你要不 哎我要啊 啊 那行了 那刚才说啥呢 就是这块吧 嗯 他这两个人出了一下 就出成功了之后 他才能把豆油领走 哦 就是现在咱俩 你能不能跟我假装成功了 完了 你把豆油拿走 我把照片找 行啊 那走吧 那走吧 我跟你说是划拳呢 他也想牵我的手呢 那我不牵你手 他不让我哪儿豆油啊 我得了解了解你啊 你了解我干啥 你了解豆油就得了呗 你行了 在这儿 你知道吗 有多少人 欣赏我 讨论我 迷恋我 甚至渴望马上得到我吗 你词得熟啊 但是我觉得咱俩 现在再不去领豆油就完了 哎呦 你还会武术呢 哎呦 就是好厉害好厉害那种 我 阿伟 三岁席文 四岁席武 五岁胸口碎大石 七岁飞檐走壁 那你六岁干嘛去了 对呀 我七岁年练飞檐走壁嘛 当时我八岁的时候 我也在我家那里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我是问你六岁干嘛去了 我六岁 对呀我五岁练胸口碎大石 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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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院了 为什么呀 那就是 练胸口碎大石嘛 那石头 筐砸腔里了 噗嚓一下吧 我住院了 算了算了算了 我也不跟你领豆油了 你这照片啊 就就在这挂着吧 你站在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胸口碎大石 不是 不是 那咋子我一身 该是武功 我还得给你展示一下吧 那行啊 你要给我展示展示 我就给你牵手领豆油 真的呀 对呀 我给你展示点啥呢 钢枪刺头 扎掉 要不跟你撇个刹呢 哎 撇刹算什么呀 我都能撇 那咱俩的刹是一个刹吗 嗯 我平常我那刹是从五楼往下刹 你那是啥刹呀 不不不不 那个 那你就直接来呗 今天没有告证 我给你展示了 等会儿 这不是有一个吗 这样 你也别从五楼往下刹了 你就从这儿往下刹怎么样 来来来 我扶你 来来来来来 走走走走走走 你这人真差劲 我自己来 我今天我也让你们看了 啥叫灰飞的猪 你抖什么呀 我拿走了 那猪不稳吗 没看着啊你 好好好 你盗猪 我心情盗猪 那个 你别打眼啊 我来了 好嘞 哎 大姐你带不带钱 我带了呀 带钱一下 哎 等会儿 我带钱干嘛呀 那个 我心里有让你帮我挂号 我感觉很祝愿 哎 哎 我挂哪个颗呀 你挂骨颗 挂骨颗 你挂胸骨颗 临条柯哪颗都行 你即将挂壳就行 我将他治一下吧 等会儿等会儿 我找哪个大夫呀 你找王大夫 张大夫李大夫 找哪个大夫都行 让你挂号 这么费劲呢 不整了 你怎么下来了 我实话跟你说 我呢平时我感觉这些 都是跨菌秀腿 我都不练学习 我打的时候实战 实战呀 那你展示展示呗 我老师说呢 公腿冲拳一条边 左右十字他就打中间 还有我老师还说了 手呢是两扇门 他全凭脚打人 有大心情那条裤 谁心情叫阿伟 你是不是有点冲动了 快了 来你扶我起来 好嘞 今天咱俩这个梁子算结线了 我平常我都玩腿的 咱俩今天公平一点 按我们小学的规誉 咱俩对腿 你小姑娘我让你三脚 好吧 你刚才那脚算一脚不 我最后跟你废话一句 你说 就你一个小姑娘 我让她让你三脚两脚的 还能咋地 你是不是有 puntos 你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 你不是让我三脚吗 那我不没准备好了吗 那你实在准备好了吗 哎 哥们儿 啊 武林大会什么主呢 啊 信号不好 跑了手了 不是 哎 你跑哪儿去 不是 里都有了吗 喂 喂 谢谢两位 二位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助演 我的助演呢 就是刚才老秦介绍的高颜 抢我助演 昨天和今天的感受有什么区别 昨天特别紧张 上台之后频频出座 今天呢也是特别紧张 上台也频频出座 区别就是 昨天是频频频 今天是频频 我以后就不频了 我觉得他是紧张了 他平时松的时候特别好 你看他结束了 演完了 他采访他就松了 他就特别好 对 我们再把掌声送给阿伟和高颜老师 谢谢 谢谢 非常辛苦 谢谢 大家可以休息一会 谢谢 我这个不频 尾部的时候吧 可能拖的有些长 而且我自己的台词是个问题 因为我没学过表演 对喜剧的理解还不够深 我觉得还得再学习 这就看出来了 这个阿伟他不是从小学这个的 野生的表演 他平台不一样 短是更随意一些 但是真正站在舞台上 他是还是需要有明白人给他来说 这个需要他努力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